文山农场近年来积极富裕萤火虫成为北台湾著名的赏银胜地 新北市农业局今年特别与文山农场合作 举办萤火虫幼虫野放活动 并且邀请确实国小与进行中学学生共同参与 新北市农业局副局长徐开宇表示 过去萤火虫气地遭到破坏 数量锐减 如今可以重现光芒相当不容易 经过陆陆续续的这些萤火虫的释放以后 可以说已经是北台湾的最大的萤火虫基地 未来透过我们萤火虫的释放 环境的培育 包括未来萤火虫在春天秋天放光芒的时候 可以让很多的孩子们在这边看到萤火虫带给我们的喜悦 那简直是一种奇迹 这次野放的幼虫为黑尺营幼虫 数量共有3000只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学生们利用沾湿的毛笔 小心翼翼地将幼虫放到12植物周边 新北市农业局副局长徐开宇 与新北市农会总监事杨栋梁 也陪着学生一起进行野放 期盼黑尺营幼虫都可以顺利成长 明年春天能够在闻山农场闪闪发光 这个区域本来就有了 那我们经过专家的指导再度改造 改造完让萤火虫它住的家又更舒服 更有东西吃 那改造完以后我们想认为再补充一些幼虫进来的话 那明年的萤火虫整个赏营活动会更好 维山农场近年在农业局协助下 除了改善供水设备外 更广直碎花旗盘角 盘农牧等喜爱潮湿环境的台湾原生树种 藉由落叶形成临下腐植层 提供萤火虫最佳的栖息环境 期待藉由野放活动 萤火虫能够顺利在农场内繁衍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